請各位分給我們三月圓圓圓的小腰區 慢慢走 開始 運動在台灣2.0 仁愛區的社區全民健走 出發地點的仁愛區公所 來了許多的民眾 全家大小出動 胡老稀有 浩浩蕩蕩出發 而基隆市體育會理事長鄭景舟 估計有3000人來參與健行 從仁愛區公所 走到我們的福安宮 四天五福安宮 然後到前面觀景平台迴轉 我們沿路上有花紀念品 花摩彩件 花水 那回來到這裡再來摩彩 我們今天有很多 我們的衛生級的攤位 還有我們警察級的黃隊仙島 還有海大的體事檢檢測 希望市民大家每次來運動 可以你的體事人檢測 還有我們衛生級的檢測 都在這個地方 希望全市市民 大家一提來參與 那為什麼要持續辦這個活動 主要就是在於運動 確實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 那大家也知道 這幾年國人的這個慢性病方面 其實有增高的一個趨勢 除了癌症之外我想在糖尿病 還有這個心血管疾病方面呢 也都有增加的一個趨勢 而且都在十大死亡原因當中 那這裡面最主要就是因為 新陳代謝不夠順暢 那所以透過運動的方式 讓我們血液循環各方面都能夠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代謝的作用 那重點是建築的時候多喝水 今天路線非常漂亮因為會經過石球嶺 所以我們可以居高臨下 看到我們的這個很多的美麗的風景 那在這個行進的過程中 活動還有這個半摸彩 還有相關的這個這個武藝活動 希望今天的活動可以圓滿順利 大家走得健康走得平安走得快樂 運動愛台灣的人愛區的場次 那今天民眾也非常的踴躍 那雖然天氣有點陰 但是我們呢 還是看到很多熱愛運動的民眾出來見走 鼓勵大家多見走有益身心 對身體非常的健康哦 今天天氣是陰天 飄點小雨 但是呢參與的民眾非常的踴躍 包括其他的單位 包括衛生局衛生所都來這邊宣導 我們看到仁愛區的活力非常的蓬勃 所以在這邊祝福這個活動圓滿順利 也祝福所有的市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地方民代跟貴賓也都到場共襄盛舉 包括市長林宥昌 議長蔡旺蓮 立委蔡世穎的代表 當地的市議員跟有意參選服務地方的參選人 都到場來支持共同推廣運動的好風氣 謝謝大家的力量 祝大家今天走出合力走出健康 謝謝 祝大家今天走得健康玩得開心 今天賞大獎謝謝 謝謝我們參與律政權議長 各位好朋友大家走 走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感謝大家謝謝 祝福今天健康活動一切順利萬萬健康 大家代表議長運動和台灣走出外外走出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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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陳怡 希望大家把運動當作一個習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代表宥昌市長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今天的好日子 那盡行愉快 謝謝 開場是由社區大學跟仁愛國小啦啦隊團體 帶來精彩表演炒熱現場的氣氛 還有熱身操的教學 讓大家身體熱起來 另外呢 金融市衛生局等單位 也在現場衛教宣導 以及提示能的檢查 而民眾陸續出發 仁愛區體育會理事長鄭文廷 跟舊國團的志工 特別在施球嶺的入山口地方 送礦泉水 讓民眾補充水分 下一場是4月9號 安樂機的劍走 在常內國早 走到新疆市回轉 然後4月16號還有一個中正機的劍走 配合全國新住民 是最大的一場 有30攤的 泰國 印尼 緬甸 各國的料理 每個攤有差不多200至300份 讓所有的市民來品嘗 美味的 而且也有很精美的紀念品 還有 非常好的 很多很多的摩擦品 金融市體育會 在各區都有舉辦社區劍走活動 歡迎民眾來踴躍參加 多運動才能夠健康久久 幸福久久 記者黃仁生 金融報道 幸福